这个Button01 当我按下它的时候 要能够新增 新增的对象就是直接把这个里面的词 上面有的词怎么样呢 把它做新增的动作 比如说里面我在输入一个数字 输入一个数字之后的话 按一个add add之后的话把上面东西 加到 这个list view里面 加到里面去 然后把这个back一下 应该就加进来了 OK 那按下去就新增一笔 不过这个好像少了一个东西 add之后应该把这个清空才对 不然的话它又在 那你再add一次 同样的之后又出现一次 所以应该是这样就是 add之后这个应该清空 不过没关系这个地方可以自己再改写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要来看一下 当我按下去第1个我要先判断什么 它是不是 不等于什么呢 不等于空字串 就是里面如果空的话当然不能add 不能说我先 按下 按下去之后会怎么样 如果按下去 假如是空的 那应该是 不要任何动作 对不对 所以第1个先判断 里面是不是空字串 没有东西 那没有 是不是 空字串的话 可以从这边去 把它get回来 对不对 get回来之后 再跟什么呢 点ecos 后面有个方法 对 去比对是不是空字串 然后不等于的话 前面就是加一个 金碳号 OK 这样的话呢 就不等于 相反逻辑 反之的话呢 就是insert 有没有 所以这里的话有个insert的方法 在下方 insert的方法是什么 把里面的资料 放进来 把他放进来 不过这里又多加一个空字串 好像有点 化蛇添足了 会有时候习惯了 避免什么 避免说里面完全没东西 而产生错误 那另外就是说 把里面的资料get过来之后的话 再insert 所以呢 如果上面有资料的话 我们就insert到insert的这个方法里面去看一下 他会帮我把insert进来 所以跳到insert这个方法在下方 所以下面我们有写个insert的方法 那这个方法的话 会传进来一个什么 一个 一个string 是名称叫test 的一个这个引数 那这个引数里面的话 放的就是刚555这个数字 对不对 那这别注意哦 insert是一个 database的底下的一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会跟你要三个东西 第一个东西什么 一个string 有没有 string是什么呢 table name 你的table名称叫什么 第二个会跟你要什么呢 一个怒我的column hack 这是什么 我现在还不是很了解 不过通常我给怒我了 OK 再来的话呢 再来就是 content view 特别注意哦 这个地方已经告诉你 请你给我一个 content view 你不要给我别的 就像说前面那个intense 不是要转到那个 网址或者是手机号码 然后他就是要跟你要什么 uri嘛 对啊你给他自创 可不可以 当然不行啦 你就是要给他content view 所以上面要先做什么 建content view的动作 那什么叫content view 其实content view 跟uri也很像 就是一个key跟value的架构 一个栏位 名称加上要放的资料 不外乎就这样子啦 好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就是要给这三个参数 所以第 第三个参数我们先建 所以在上面呢 请各位 加一个什么 content value 那这个content value里面呢 就给他一个物件名称叫cv new一个content value 这个content value里面呢 要boot一个东西 boot什么呢 栏位名称 那这个栏位名称呢 就是底线 test1 对不对 就是我们要加的文字 那加什么呢 加555这个东西 加上哪个栏位呢 加到底线test1里面 对不对 OK然后在insert insert之后给他table name table name就是我们买table 对不对 然后nure 再加上一个content value 那content value里面呢 就把它放进去 这个时候他就知道说 你要insert的资料 就是在 这个table里面的 底线test1里面 放一个55这个 资料 那我们就insert进去了 对不对 不过特别注意 你会想说 老师那为什么他只给 第二栏呢 那第一栏怎么办呢 我前面讲过嘛 因为他会自己 有没有 他会自动 自动帧号 所以 特别注意 如果说你上面没有加 这个关键的 一个 一个字的话 这关键字的话呢 那就不会自动帧号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你没有加这个关键字的话 他是不会自动帧号的 你就要自动再塞一个值给他了 OK所以这里的话特别注意 因为他有个 Auto increment 所以他会自动帧号 当然也避免错误啦 不然的话你要自己去给 一个号码你很麻烦的 还要再去什么 再去建一个变数 然后他随时去看看有没有重复 如果重复那就完蛋了 OK 好那这边的话呢 他就自动帮我帧号 帧号完之后的话 那我写入进去 对不对 这个时候呢 还要怎么样呢 重新 因为已经新增一笔了 可是刚刚 也许 只有 画面上面 只有 1234 对不对 那如果要重新读第五笔进来的话 我必须怎么样 去把资料重新再 利用cursor去帮我把他全部再读回来一次 那就怎么样 利用cursor 点什么 点requery就可以了 requery就是呢 有点像 重整一下 重新去把资料全部再查回来 那重新查回来之后的话呢 这个时候 ListServeView就知道 你有多一笔了 那我再把 我再把资料 在秀造ListServeView里面去 这样子的话呢 就完成我们新增的流程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 最后你做完 你可以试试看 如果你打一个数字 或者打一个文字进去 按add 有没有新增一笔 不过如果你没有requery的话 他就 不会帮你重读 就会怎么样 写到 Database里面去 但是 不会秀在ListServeView 所以这点要特别注意 我想这边 请各位试试看 来外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另外那个 ContentValue ContentValues 这个其实就是 因为他跟你要这个参数 所以你要给这个参数 你不要给他别的 不然 给别的一定会有错误 不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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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